我加入服飾的时间超过25年 从最早的永业到台凤到泰谷到目前的AVT 那我经历了四个代理商 总共前后卖了一千多台 那我感谢我的老板给我这个机会 那我自己给自己的情景是 来到这边我们从头开始做 那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公司大概有三四位的一个主管 那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优秀的主管 过去筑北这个据点 那许多的主管就先行有点排斥 但是曾杰里这边呢至高奋勇的过去 那一年一年慢慢的做起来 很扎根的把它给做起来这样子 也是让业界发感很意外 因为那个地区并不是我们经常讲的说汽车的市场 汽车的汽车街 所以我们在竹北地区 新竹县竹北地区就有非常好的一个绩效呈现 那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一个月的来电客只有七个 那第二个好一点十几个 我的人员他们都是一个新的一张牌子 那也没有资深的 我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客户称职出来 有大概四千五百八十三个 每天就先找人训练人 找人训练人 每天工作就是这样 必须把人员先找起来 初期是比较辛苦的 其实我对他的了解就是说 他工作方面都很认真 那他所有的观点 因为他的精力很足够 所以他都可以很仔细 也可以很有耐心地跟我们解说 该怎样改变 我觉得协理他是一个很认真负责的人之外 他也会对于我们团体上的一些要求都会特别高 然后在于业绩上面也一直教导我们 如何可以让业绩更好 怎么去跟保有顾客联络 对没有他可能我们这个地方出备 也很难弄到这样一个成绩出来 所以也是他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完成这样子 我希望我的人员看到客户都一定要打招呼 我要求他们是一定要看到客户都要点头打招呼 这个一个是一个团体 没有什么明星球员 反而是明星球员他也一样要做这些事情 我们在割草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草有很多种 每个人长得快 有人长得慢 跟我们现在目前的团体也是一样 每个人来自四美八 每个人的特质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在割草过程 有些人认为是一个苦菜式 认为说这是很热很累的事情 那如果说你认为这是一个乐趣的事情 你就算你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你都不会觉得累 我把这当作一个成就感 我这个祖北这个据点 我从看着它从零到现在这种规模 所以我觉得它的毅力其实是很够的 我觉得协理它对接待客户这方面 非常的有它的热忱度 然后对车款的介绍也非常的详细 然后让我们能更了解车子的一些性能 那个曾协理 非常的独钟 也一直在福斯这个品牌 服务这么久 所以我觉得它在福斯汽车服务这一块 真的是做到始终如一 服务到外 我们一直希望说客户对我们要有忠诚度 但是我发觉它是比客户还要忠诚的 对福斯的这个品牌 它也乐在其中 相当优秀的一个年轻人 我甚至于认为说 以现在在福斯来说 它是最优秀的一个人才 我认为这个对我是蛮重要的 凡是要做的事情 就把它做到最好 Volkswagen